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为了推广和发扬客家饮食文化 台湾客家乔务委员会 今年聚焦美食为文化传递媒介 以海外客家行动造下 巡回美食讲座 邀请大厨推广 从今年6月份开始 足迹片挤了六大洲各大城市 也终于在8月26号 列领洛杉矶 与当地的社区朋友 互动教学客家美食料理的方法 由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 以及乔务委员会 共同举办的海外客家行动造下 邀请中天频道热播节目 新南大主厨邱宝郎大厨 与客家电视节目主持人邱敬为单纲 透过美食教学 将客家文化传递给海外乡亲 他们足迹遍及大洋洲 北美洲以及东南亚 终于在8月26号抵达洛杉矶 与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办为期两天的活动 与朝鸣们互动 客家菜非常有这种妈妈的味道 同时客家菜的很多的做法也蛮特别的 特别是客家的果条 客家的板条 这些东西我想对于我们在海外的乡亲 可能是比较不容易吃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推广我们的客家美食 推广我们的客家文化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体验到 台湾的最经典的客家美味 特别为我们LA的乡亲朋友们来当地取材 那完全没有带任何食材过来 那就在这边的supermarket 或者是乡亲朋友制作的一些酱缸的腌制物 或者是我们超市买到的食材 就就地取材啊 那我们一共两天课程有十几道菜 那我们这一次乡亲也非常的踊跃 那客人会希望LA这边上课的学生当作是一个种子 可以回家分享给你的家人 以及呢把这客家菜的特色 让我们LA的好朋友可以都吃到 或者是与分享到 当天现场有一百多位民众到场观摩 除了有南加州台湾客家会协助帮忙准备事前作业 两位厨师也从活动现场的观众中 挑出两位帮手 帮助主厨准备食材 他们分别准备了十道客家国民美食 包括客家小炒 客家炒板条 客家肉丸子汤 七层塔炒茄子 凤梨炒木耳 客家鲜炒鸡 梅干蜂肉等等 并且现场示范料理的方法 希望借由这次的巡回料理讲座 将本土的美食文化发扬光大 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